明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 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九十三周年纪念日 所以本期刘淌的歌声的主题 就叫做赤子之心 今天第一位演唱的这位嘉宾 其实也是我们刘淌歌声的老朋友了 他也是我们本期的传唱团的团长 这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南高音歌唱家 他从军四十八年 他演唱的军旅歌曲深入民心 被全军官兵称作战事歌唱家 流淌歌声一曲东心弦 有请时代记忆传唱人为我们唱下这首 深情的战事之歌 二十五年来 这首歌已经唱过无数遍 但每次唱起这首歌 依然热血沸腾 一种军人的使命感和自豪感 悠然而生 下面请听我为你传唱 中文字幕提供 刘津 中文字幕提供 刘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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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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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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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什么 演的是广东 演的是广东卫视流淌歌声八一专辑 《残堂平的人》 太赞了 绝对啊 他居然还把这个即兴的把这个状态揉不到这个快板书里边 把几种这个艺术表现 把这个艺术表现形成人为一体了 把几种这个艺术表现形成人为一体了 开始有口技 那个不叫口技 那个不叫口技 那现在叫Bbox 然后后来又是这个唱 然后又是说 前面还有跳 天哪 有很多人认为啊 就是军旅歌手吧 总是唱那几首歌 其实他们并不了解他们背后有很深的一些刻苦的或者说感受生活的一些艺术积累 我见到阎老师那感触是爱国敬业的军旅歌唱家永远最年轻 说得好 永远最年轻 阎文老师 他给我们一种肃然起敬的一种感觉 但同时又非常的和蔼可亲 特别是在他的舞台上和他的为人的各个方面 就是人歌合一 人歌合一 说得好 很感谢阎老师在今天的赤子之心的这一期 让我们体会到一个军人 一个艺术家的荣光和风采 接下来有请阎文质疑这首康腔有力的战士之歌 记录岁月之声 一 二 三 四 歌 作词 时顺意 作曲 藏云飞 原唱 颜维文 感谢音乐创作者为我们创作这首饱含深情的战士之歌 让往事有温度为岁月留歌声 接下来有请阎文按下录制键 记录下我们刘淌的歌声版的 一 二 三 四 歌 让时代之歌回声嘹亮 一首好的经典歌曲呢 它不光是要悦耳 同是要养心 一 二 三 四 一个口号声 反映出的是我们全军官兵的一种积极向上 勇往直前的一种事情 接下来请出的这位歌手会是谁呢 要请我们的传唱者的团长 用一些关键词来给我们形容 或者介绍一下 接下来的这位演唱者呢 我们俩是三十多年的好兄弟 好战友 而且我们是同行 都是南高音 不同的呢 我是陆军 他是海军 是一名老水兵 但是呢 是一个特别能 晕船的老水兵 晕船的老水兵 还蛮期待的 他到底会是谁呢 流淌的歌声一曲动心弦 我们掌声有请时代记忆传唱人 为我们唱响这首温暖甜静的水兵之歌 四十年前 这首歌 让深处大西北的我 对大海充满了向往 它引领着我 走向那片蔚蓝 每当悠扬的旋律响起 我都能感受到海风的轻浮 怦然心动 今天 请听我 为您传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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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辛劳 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让我们的水平好好睡觉 君刚的夜静悄悄 海浪把斩肩轻轻地摇 年轻的水平头挣着火烤 谁梦中露出幸福的悲笑 海风已轻轻地摔 海浪已轻轻地摇 水平缘好 多么辛劳 海盗朝霞 已红了海面 看我们的斩肩又要起毛 看我们的斩肩又要起毛 我 他想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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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这些听审团的嘉宾有的熟 对 有的太熟了 中间那个 这是阎大哥 阎大哥是没错 太熟了 小毛哥 小毛哥好 小毛哥 叫什么 小毛哥 为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亲历的一种称呼 而且我跟小毛哥还是同班同学 你们俩是同班同学 对 我们参加有一个培训班 三年的培训班 就我们是共事同班三年 有深厚的感情 嘿 好吧来着了 今天都是一家人是吧 对 这首歌大家都知道 都听的是女生的嘛 对 女中音对吧 这是我第一次听南高音来唱这首歌曲 您唱这首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好 因为这首歌曲很好听 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 传承 因为这首歌呢是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是我们的 我的前辈 苏晓明 苏晓明老师 他唱这首歌时候呢 其实我还在大学在读书 音乐学院还没有毕业 但是一直喜欢这首歌 后来经常下部队 就发现 其实战士们到今天 还是很喜欢 有时间跨度的一些优秀的歌曲 没错 但是很少有歌手去唱 嗯 那我就说我要唱自己原唱的同时 我也把这些非常好听的 优秀的 有时间跨度的这些歌曲呢 还算 我要唱给战士 吕继统当然有自己原唱的歌曲 但是他今天在咱们这个刘淌的歌声的舞台上 他找了一首能够传承的 对 体验咱们水冰的 很丰富的情感的一首歌曲 对 很优美 真的很优美 刚才小李讲了 他其实为了传承好的音乐 为了好经典的歌曲 他可以把别人的歌曲拿来去演唱 嗯 而且这样的演唱呢 给这首歌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我觉得很感动 谢谢大哥 我觉得这个作品选得非常的好 因为这首作品不仅是一首军旅歌曲 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流行歌曲 对 更重要的是 这首歌它展现出了 人文情怀和人文关怀 因为这首歌它唱的是军人的休息 军人也需要休息 而休息是为了更好的训练和战斗 对 出场之前我问 我问严哥 他形容你是晕船的水冰 刚才说我晕船是吧 对啊 你现在还晕吗 我晕得特别厉害 我现在也晕 现在还晕 但是现在就比刚当兵的时候有一些经验了 其实我当年考海军就是因为像 乌亚兰塞海洋啊 军港之夜 我是八九年到的海军 那么九零年紧接着就春节就去了西沙群岛 一离开码头的军舰 哎呦 心里那个当海军了 你想啊 多美啊 兴奋 开始前面后边玩 也就是可能不到二十分钟左右 就感觉这个头像紧箍座给勒住了一下 浑身冒虚汗 我抱着一个就是那个好像一个围杆旁边一个什么东西吧 你抱着就不能动了 后来是被几个战友连拖带拽也扔到船上去的 你晕也好 难受也好 可是当你要为战士们为战友演出的时候 你怎么唱 会克服的 就那种情况下 我们还得坚持给战友们演出 到了那看见战友们 音乐一响就没事了 唱完继续晕 当你到了那个环境里 你看到那些战士 你会什么都不顾 所以我们讲经常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慰问演出的时候 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艺术表演 它是军人之间的一种对话 是心与心的一种沟通 所以您刚才说了一首歌 这首歌我不瞒您说 您刚才说起来 我脑子里哐一下就旋律出来了 可是那首歌也很老了 叫做《我爱这》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好像是老歌吧 对 老歌 胡宝尚老师创作演唱的 对吧 要不要听一听又传承一下咱们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走过的海江庄里宽宽 我爱海岸松里的山峰 俯瞎着海面像烧冰一样 海军战士红旋相当 眼睁一带紧握钢枪 我守卫在海防线上 保卫着祖国 无上荣光 好听 对 这首作品 我觉得它就是表现了 海防军人的另一面 非常坚韧的一面 如果说军港之夜 是海军的夜晚 那这首作品 就是海军的白天 我刚才突然想到 有关海洋 有关海军 有关大海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歌曲 大海要顾湘 大海要顾湘 吕老师来两句 不是 今天是翻唱会吗 这逮着了 没有一个轻松放过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大海就是我故买 海边出生 海里成长 大海呀大海 是我生活的地方 海风吹 海浪涌 随我漂流四旁 好好听 好深情 这个典型的抒情男高音歌唱家 抒情男高音歌唱家 如果没记错 这首歌好像原唱也是女歌 对吧 对 抒情女高音歌唱家 他有很多的演唱作品 三老百姓 要不要听一听 要 你这歌我挖坑个 挖一坑 跳一个 挖一个 我跳一个 来 掌声再次送给 吕老师 都说咱老百姓啊 是那满天星 群星粗庸才有 那个月呀月光明 都说咱老百姓啊 是那无边的海 大浪淘沙 大浪淘沙脱气 那颗巨牙巨轮行 天大的英雄 也来自咱老百姓 说高他牵齿 也要扎根逆途中 是好人都不忘 百姓的养育恩 只共金翠未了 报答这未了情 谢谢 原唱就是原唱 真的是唱得好 真的唱得好 谢谢 今天我们在 吕老师的这个歌声当中 感受到了 不一样的水冰的柔情 不一样的水冰的西季 也看到了作为军人的 这份乐观 这份爱 再次谢谢吕金鸿老师 接下来我们有请他 质疑这首温暖恬静的 水冰之歌 军港之夜 来记录岁月之声 军港之夜 作词 马金星 作曲 刘诗招 原唱 苏晓明 演唱 吕济红 感谢音乐创作者 为我们带来这首 温暖恬静的水冰之歌 让往事有温度 为岁月留歌声 接下来我们有请吕济红 按下录制键 记录下我们流淌的 歌声版的军港之夜 让时代之歌 回声聊亮 尽管之夜 这个旋律和他的词 是已经在人们心中扎下根了 到我们现在正在台上 唱了这么多年 也有很多歌曲出来 那么以后的人会唱我们的歌 我们在唱前任的歌 我觉得这首就是一个传唱 接下来这位歌手 会是谁 我们请我们的传唱团团长 给出关键词 接下来的这位演唱者呢 同样也是我的好战友 好兄弟 我们同在一个团 工作了二十多年 关键词呢 我觉得应该是 也是他演唱过的一首歌 《军中帅歌》 每次他的演唱 他自己的歌曲啊 他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 特别夸张 但是让人 永远能记住的动作 他那个几个动作一做 我们都知道 他说的是谁 流淌的歌声 易徐动心弦 我们有请时代记忆传唱人 为大家畅想这首 饱含深情的 军旅情歌 若问明月几时有 今夜清光 此处多 一轮明月 唱圆了人间的向往与思念 总为战士们唱歌的我 今天 把战士们的真情 唱给大家听 下面 请听我为您传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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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祖国长生 有你的奉献 有我的奉献 啊 万家宽远 是我的心愿 也是你的心愿 啊 祖国长生 有你的奉献 也有我的奉献 啊 万家宽远 是我的心愿 也是你的心愿 啊 啊 啊 也是你的心 是我的心愿 啊 啊 他说你用什么样一个关键词来形容这位歌手 他说 言哥你再说吧 当面夸他一下 君中帅哥 哇 哇 你这个评价也相当厉害 我还以为你会说这个长青树啊什么的 你要说我长青树 我就说你是布老松 但他说的这个君中帅哥 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到自豪高兴 我觉得这个帅不是寡是指他的外表 是他穿上军装和军装的外表和他的内心的东西是能代表他这个帅 永远是热情饱满 然后在台上不光唱还要跟战士互动 虽然说言哥是这么来评价我啊 但是每一次在舞台上的时候在军营的时候 我都会最真情的说谁才是军中的帅哥 也就是面前的你们每一位战友 你们才是真正的军中帅哥 咱们说回来了 十五的月亮 请问几位听上咱嘉宾听完这个有什么不同感受 今天您唱这首歌差点把我唱掉眼泪了 因为我们节目组呢也非常精心地设计了一些情景剧 比如说这个战士打开这个家书那幕 还有这个战士独自在拉二胡思乡那种情节 我觉得您把这首歌呢 在他们的配合下演绎得非常的打动人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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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作品之所以家喻户晓成为经典 是因为它不仅是一首军歌 也是一首真正的情歌 他把十五的月亮投射出了人性当中最本质 也是最美的那个色彩 军人不仅可以保家为国 他还想娘思妻 就他那种人性的那种非常真挚的这种柔软的部分 通过这首作品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像吴周同讲的特别好 这首歌开创的那种军人跟军嫂之间不仅有付出和牺牲 同时他们也是充满着人性 充满着爱 在那个年代 这个改变是很大 这首歌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 所以我觉得十五的月亮让我来唱的话 也算完成了我的一个梦想 我觉得蔡老师唱出了一种穿越时空的对话感 因为月亮一直是脱物济情 文艺创作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元素 因为月亮让故乡和边关进行了一种场景上的融合 所以赤子之心不仅仅属于军人 也属于军属 属于每一个为了保卫祖国而付出现身的人 既然说到这正好 你的两位这个战友都在 咱们唱一唱有关月亮戒月抒情的歌吧 先半个月亮好不好 来吧 给我们个音高吧 找着我的姑娘 梳妆开 一拉拉 梳妆开 请你把那沙床快打开 接到您的玫瑰了 天哪 还有没有 还有啊 还有啊 谁来 谁来 那个 李老师来 是我的月亮 升上那天空有 海棍花儿 海棠花儿 海棠花儿 不会自己开 海棠花儿 不会自己开 只要哥哥你在心里的满游 我心上别人 爱就会跑过海游 太美了 特别像是在茶歌了已经 我现在特期希望蔡国庆来一首 来到广东要选一首我们 李海英老师的作品《弯弯的月亮》 唱个《弯弯的月亮》吧 唱个《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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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童年的阿娇 一起唱吧 阿娇摇着船 唱着那古老的歌谣 《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 这首歌的旋律 真的是无人能笔 太棒了 第一次看见你穿着军装 唱这样的一种抒情的作品 觉得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味道 觉得他每唱一首歌 他就成为那首歌的剧中人 谢谢 谢谢你们的鼓励 谢谢大家 我要告诉大家 我手里有份资料 这个叫开挂人生 七岁登台演唱 十岁登上国宴舞台 十一岁出版唱片 十三岁跑进中央戏剧学院 二十三岁登上春晚 一共登了二十三次 二十三次 第一次是几几年 一九九一年第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那一幕我觉得 无论我后来 我在参加多少次春晚 在上多少大的盛大的音乐会 都是人生的那个第一个春晚 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语言在这种描述当中 显得很苍白 你没法还原当时的状况 那没关系 我们看VCR 暖暖的沙滩 悠悠白云 能带我们去飘荡 这我怎么感觉 飞翔跟你学的呢 这是 周童 我现在唯一的对比 就那会儿的这个头发 多么茂盛啊 太茂密了 真好让国庆教我们一下 刚才那个九一年春嘛 那个叫去远方的舞步 怎么弄的 我们一起学一学好不好 好 我觉得放到现在看 那些男团都是跟您学的 其实呢 九一上春晚的时候 他还就是一个歌手 或者说是一个老百姓 是的 九三年 他决定入伍 九三年的八月一号 正式当兵 我就觉得 自己最当红的那个时候 选择当兵入伍 选择进入到总成购物团 我觉得那是我人生 当中做的最正确的一次选择 当时的新闻报道说 流行歌台 那么多有名的歌星 跟你同代的 都纷纷跟海外去签约 他说你要签什么约呢 我说如果要签约的话 我就跟祖国永远签约 这个话是真心话 它是发自肺服的 因为导演跟我说 欧哥 你知道开国庆 他第一次拿军功哭了 严格在场 当时团里这个年终的这个总结会 说今年团队里 唯一的有一个三种功 说团党委决定 给你 那一年的下部队的任务特别多 因为当时团里就说 大家都想看你 那一年 我一共演出了下部队 演出了136场 如果平坦到365天的话 差不多两到三天就得一场 每天都在飞机上 或者在火车上 那个年代我们下部队一去 就将近要去20天一个月 而且很多时候 一天要演很多场 所以136场换回的是 我人生的 从军生涯的第一枚 三等军功章 当时我哇哇大哭 为战士们付出的那一份辛劳 我觉得真是我们心甘情愿 就不觉得辛苦 只要战士们有掌声 我们就不停地给他们唱 所以在每一次下联队下基层 给我们三军将士们 这个演出的时候 我都会说那几句话 当祖国需要的时候 你们英勇地出征 当人民有难的时候 你们拼死相救 为你们歌唱 就是为光荣歌唱 为胜利歌唱 这就是我们的心声 真的要谢谢各位军旅的艺术家 用你们的歌声 为我们的战士们抵御艰苦 用流淌的歌声来传递 力量和温情 接下来我们请蔡国庆 来致敬这首赤子之心的歌曲 《十五的月亮》 记录岁月之年 十五的月亮 作词石翔 作曲石铁元 徐希怡 感谢音乐家们为我们带来 如此温暖人心的华语金曲 也再次感谢蔡国庆 为我们唱响这首军旅情歌 让往事有温度 为岁月流歌声 接下来有请蔡国庆按下录制键 记录下我们流淌的歌声版的 《十五的月亮》 让时代之歌回声嘹亮 今天这首《十五的月亮》 它不仅仅影响了我们的父辈 影响了我们这代人 我更希望通过我今天的演唱 能够让更多的年轻的一代 也爱上我们这样深情的军歌 爱上我们的共和国 这些经典的歌曲 接下来 马上上台这位传唱者的关键词 会是什么 颜文文老师 到目前为止前面都是男兵 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的 这位是为大家推荐一个女兵 万绿丛中一点红 她的演唱作品特别富有张力 既有南方姑娘的那个 对矗立歌曲那种细腻甜美 同时又有北方姑娘的一种奔放和大气 我们的关键词是 君中百灵 我们就要请出这位时代记忆的传唱人 用它百灵般的歌声为大家带来一首经典的奉献之歌 这首歌是生命的一首诗 它理赞爱情 理赞亲情 理赞友情 理赞世上一切爱的守护者 今天我想把这首歌唱给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下面请听我为你传唱 感谢观看 Zither Harp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天呀 长路奉献给远方 玫瑰奉献给爱情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爱人 白云奉献给草茶 江河奉献给海洋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朋友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不听你问 我不听得找 不听得笑 白云奉献给蓝天 星光奉献给长夜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小孩 雨季奉献给大地 岁月奉献给季节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天呀 雨季奉献给大地 岁月奉献给季节 我拿什么奉献给大地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天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我今天这个团长 当得特别的炫头 特别自豪 因为我的团员 个个就唱得这么好 真的是这样 你们俩个人关系熟吗 这个没有入团以前 见到我是严大叔 后来到了团了以后 我就改口了 叫严老师 何一旦我们经常下部队 演出一块什么 就改了叫严大哥 在很小的场合 偶尔也还会叫我 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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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听你头汗你知道吗 我大部分还是叫严大哥的 对对对 等我倒过来想问一下 严大哥你 你叫白雪叫什么呢 从来就是白雪 对 古庆呢 雪儿 雨贺 那回头你叫他庆儿 我一般都叫菜 你是他的菜 简称雪菜 有很多人呢 一想到白雪呢 她会觉得白雪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孩 会唱歌 但是她并不知道就是白雪当年有很多的作品 都在排行榜上拿过冠军 我问一下五周同 白雪应该算是94代吗 对 94新生代 94新生代 主力唱将 而且在95年的时候我记得你有一张专辑里面有三首作品 都在我们中国榜上拿过冠军 对 是的 比如说那首千果绝唱 久别的人还有你是我今生该等的人 要不要听一下 好 久别的人掌声送给白雪 好 久别的人盼重逢 重逢就怕日匆匆 青丝正相 偶四尺阑神 摔住日光和月影 就别的人 就别的人盼重逢 重逢就怕日匆匆 青丝正相 偶四尺阑神 摔住日光和月影 好听 而且我突然间觉得这是一首很好的军旅歌曲 就是两个人分离了很长时间 突然又见面了 思念和别离 这个歌我下部队的时候演唱的时候 经常会有战友流一下眼泪 今天的台风包括你的唱 我真的是想这么说 端庄不失娇美 大气不失妩媚 你的音色的那种甜美 你的音色的那种沙沙的柔柔的那种感觉 是很能够触动心弦 这么多歌曲 为什么单挑这首奉献 其实想唱这个歌真的是在一月份的时候 新冠疫情突然爆发 每个人都没有准备 来得太突然 但是逐渐逐渐地看到有这么多人 勇往直前没有退缩 然后默默地奉献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正有了这些奉献的人 才能让我们有今天重新走出房间 来参加节目 重新开始工作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歌颂他们 就用这首歌来赞美他们最合适的 这些奉献的人当中有很多 有很多 我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位 他们叫军医 我们掌声有请 来自南部战区总医院的军医 各位嘉宾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南部战区总医院呼吸内科医生杜伟 请您告诉我们疫情期间最严重的时候 你去武汉了吗 去了 你去的武汉哪家医院 我是在火神山医院 火神山医院 火神山 火神山医院 这个名字不光是中国人 现在外国人都非常熟悉 十天见一座这样的医院 它是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 中国热情 中国热血 中国的国家对民众的责任和担当 但是我想知道 你在火神山医院待了多少天 我是2月2号去的 4月11号撤离 应该算下来整整有七十天吧 武汉最最困难和危险的时候 对 应该是 是的 七十天 他在火神山医院工作了七十天 奋战了七十天 说不夸张的话 也煎熬了七十天 你总管穿上了防护服 护目镜 口罩等等 你怕吗 我就是记得第一次我们进入隔离病房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是在清洁区穿好的防护服 全部服装 戴好的口罩 红布镜 这些 然后要迈过一道门 进去以后就是感染区 感染区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去拧开那个门把手的那一瞬间 嗯 我其实是愣住了 愣住了那个瞬间 可能有四到五秒钟的时间 当时 呃 我的大脑其实是百感交集的 这就是生死之门 生死之门 进去以后 我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样子 是的 但是有一个声音 在我脑海里一直在提醒我 嗯 就说你不能锁 因为你是一名军人 真正的勇士是 我克服这种害怕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钦佩的 其实进去了也就进去了 没什么 我们进去了 该干什么干什么 这个 真正工作起来也都不考虑这么多 我想你们在这个火神山的七十天 你们都是穿着防护服的 那我看电视上很多病人 逐渐逐渐好转之后 都特别的激动 特别想看一看你们的脸 知道你们是谁 因为隔离病房 它是有它的特殊性的 嗯 对他们精神上 对我们医务工作者是非常依赖的 嗯 所以他们就特别想知道 他们的经验是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我后来呢 就想了一下 就想了能不能把 病人的康复治疗 和他的这个愿望 能结合在一起 嗯 所以我就创建了一个 患者的一个自我评估量表 嗯 那大概需要多少分 才能看到你们帅帅的样子 如果达到85分 嗯 这个病人基本上就 临床症状就比较减轻了 就可以 对 就可以正式认识一下了 嗯 这些照片都是 已经是 去掉口罩 嗯 给病人一起合影的 这个这几位病人 都已经达到了85分了 哦 相当于设了一个真人秀的游戏任务 然后让这个所有的患者 以这种闯关的形式 然后来战胜病魔 其实我不认识杜医生 我唯一记得就是 当时写在衣服上的 那个防护服上的名字 实际上这个名字 我也是在新门当中看的 我虽然今天没有穿金装 但是我觉得 我必须要给你敬一个人 真的感谢你们 所有的英雄们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不停地问 我不停地找 不停地想 谢谢你 谢谢你的付出和奉献 谢谢 也谢谢大家 谢谢全国人民 对我们的支持 很理解 谢谢周医生 谢谢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你的相爱 这一首歌奉献 每个人只要奉献多一点 这个世界将无比的美好 所以再次的谢谢白雪 接下来我们请白雪 质疑这首奉献之歌 记录岁月之声 也再次感谢白雪 为我们唱响这首歌 让往事有温度 为岁月留歌声 接下来有请白雪 按下录制键 记录一下我们流淌的歌声版的奉献 让时代之歌 人的奉献之歌 回声聊亮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朋友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不停地问 我不停地找 不停地想 平常唱奉献的时候 更多表现的是 亲情和友情 今天唱的时候 心里会有一种不一样 像是在歌颂 虽然我会唱得很平淡 在平淡里面 充满了对他的感激 本场最后一位出场的歌手 问一下我们的团长 严梅文老师 这位歌手给你心中留下的印象 是什么样 今天就要登场的这位歌唱演员 是非常年轻的一个男高音 那么他的特点呢 是可以唱美声唱法 同时也可以唱流行唱法 在演唱中特别喜欢互动 所以也被他的歌迷呢 称为是美声互动第一人 这个称呼有意思 他今天会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流淌的歌声一曲动心弦 接下来有请时代记忆传唱人 为大家唱响这首充满壮志豪情的 英雄之歌 五十六年前 这首歌传唱大江南北 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奋发图强建设祖国 五十六年后 这首歌依然激励着我们年轻人 给我们不断前行的力量 它已经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经典 今天请听我为您传唱 五十六年后 这首歌 歌声一首歌 一首歌 一首歌 Zither Harp 红颜上红梅开 爱千里冰霜脚下彩 爱三酒烟寒 何所居一片淡心 向阳开 爱向阳开 红梅花开 朵朵芳光彩 长手路风花弯朵 香飘云天外 唤醒百花 阿吉牌坊 高歌唤情 新春来 爱新春来 阿吉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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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颜上红梅开 爱千里冰霜脚下彩 爱三酒烟寒 可所居一片淡心 向阳开 向阳开 爱向阳开 红梅花开 多多芳光彩 唐首路风花弯朵 阿吉牌坊 香飘云天外 唤醒百花 阿吉牌坊 高歌唤情 新春来 爱新春来 高歌唤情 新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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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歌唤情 新春来 新春 谢谢 谢谢 各位老师 各位嘉宾 大家好 我是歌手马嘉 其实马嘉呢 他就是90后的一位 优秀歌手的代表人物 他刚才台上一站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整个人的这种状态 包括站姿 包括他的这种表情 我认为他应该是 也是一个和军人有关系的 我曾经是一名军校学员 我是毕业于 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也就是以前的军艺 然后就是严文老师 白岳老师和蔡国庆老师 就是我 就是怎么说呢 我上学的时候 梦想成为他们三位老师的同事 结果他们死也不要你 就不要我吗 就不要我吗 开玩笑啊 后来就是毕业之后 去了中国广播艺术团 但是我上学的时候 梦想着有一天 传承严文文老师的 这些歌的技术 小白羊 老唱小白羊 老唱小白羊 老唱 那你赶紧今天 半门弄斧一下 来一桑子 一颗呀 小白羊 长在稍缩旁 干儿生干儿壮 手望着北架 微风吹 吹得绿叶沙沙向楼位 太阳照得 绿叶沙沙向楼位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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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羊 小白羊 他长我也长 同我一起守边坊 一起守边坊 哎 真是 有那么一瞬间 我就有点听差了 我就觉得 严文文老师 怎么又上来了 就 季鸿啊 马家是一个非常难得 优秀的一个男高音 谢谢老师 因为他有非常漂亮的 男高音应该有的那个音质 特别是到了高声区 有精速感 你听刚才马家演唱 尤其这个小白羊 你唱以后 我以后不敢唱了啊 没有没有 我主要是模仿的 比较那个多一点 你是学 美声 学美声的 对 怎么就选 这首红梅咱 其实就是上到军校之后啊 就有一次机会 去这个空正文工团 演这个江姐这部 中国民族歌剧 当时呢就是承担合唱队的重任 半个月时间吧 一直在练这部剧 整个的合唱 然后我还记得特别清楚 一到最后 红梅咱想起来的时候 我就特想唱 然后呢 在咱们这个流淌的歌声 舞台上 然后把这首歌 又重新编了曲 然后在今天演唱给 送给大家了 听到你唱这首歌刚才 我脑子里就是两个字传承 因为我从小呢 是听着我爸爸妈妈 唱这首歌曲的 你看就到了你这一代 90后开始唱这首歌 我想通过不断地 优秀歌手的演绎 在许多代人当中 得到了传承 是 其实我也是从小 听我爸妈唱这首歌 然后长大的 其实我们的心理路程 差不多 其实每一首今天的作品 它都应该有时代的烙印 但是它也一定要跨越时代 成为共同的记忆 红梅咱就是这样一首作品 它表现的就是那种 不惧严寒 不惧困难的 一种英雄主义的色彩 而这种精神到现在 我相信也是这个时代 所需要的 说起这个话题 我突然想到 一个经典的英雄人物 和一首经典的歌曲 好像彼此之间是 不可分割 相辅相成 其实这个现象 在咱们艺术界 还有很多吧 国庆 你得来一个 阿尼儿 冲 花儿为什么这样吼 花儿为什么这样吼 为什么这样吼 哎 哎 红得好香 红得好香燃烧的火 它想挣着 纯洁的友谊 和爱情 我也唱一首 也是女生的歌 男生唱一半 这也是一首 在我们国家流传了 将近六十年的一首 歌剧 《红湖赤毁队》里边的 韩英的一段唱法 《红湖水浪打浪》 那个马嘉 哎 帮得一块唱啊 好嘞 哈哈哈哈 桑桑水呀 阿朗呀吗朗大朗啊 桑桑边 是呀吗 是家乡啊 青草川 去呀去洒王 晚上归来 雨漫藏 太完美了 天衣无缝 如愿了 终于在流淌的歌声里边 和阎维文老师合唱了 他们俩人一唱吧 就是后浪和前浪的关系了 你是说 他把阎维文拍在沙滩上了呗 不能这么挑拨我们师生情 这是后浪 对 没错 但前浪在前面等着呢 来吧 来吧 拥抱后浪 他在阎维文唱的时候 想到那个电影上的 上干领 我的祖国 马嘉一起唱啊 行 一条大河 我家就在 海岸上的 我家就在 我家就在 高空的耗子 看管了船上的白海盘 这是美丽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明媚的阳光 其实还有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一首 就是电影《英雄儿女》里面的插曲 叫《英雄赞歌》 是吧 对 《英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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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跟他的粉丝 跟他歌迷之间所谓的这种互动 很多是以这种经典的方式 其实是这样 就是上专业课上了很多 然后到了自己成为了一个职业的歌手 上台吧 就想老给粉丝上课 想老给粉丝上课 是吗 他老给粉丝上课 所以粉丝要听他的歌 还得交作业吗 有一次我就跟大家 在演唱会上 我说我互动一下 结果我这话筒 递下去的一刻 您才怎么着 他们全都唱出来了 鸦雀无声 后来我就说了 我说下次就不能这样了 下一站演出的时候 我在一地脉的时候 天哪 我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 聚齐 然后唱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 就像我后边 请来了一个合唱团一样 然后只不过他们坐在下面 真的假的 我不信 真的吗 现场来 来 别给我丢人 前辈老师都在这 这样吧 我也再来个 金钟报国 金钟报国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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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情黄封飞扬 我愿守徒服开疆 堂堂中国要让四方 来和 很棒 马家是一个年轻的歌手 他拥有一份赤子之心 从他身上 还有很多经典的 咱们国人的朴素情感的 一种传承 而且他还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这种音乐 去影响更多的人 比如说他的粉丝 他的歌迷 他的观众 带给大家更多的能量 谢谢马家 今天特别感谢 刘堂的歌声 请来五位老师 为我们呈现赤子之心 严文文老师 呈现了军人的 阳刚与自信 吕俱红老师 呈现了军人的 坚人与乐观 蔡国庆老师 帮我们展现了 军人的情怀和敬业 白雪老师 又为我们呈现了 女性视角的奉献与温柔 那么更有90后的 马家老弟 实际上告诉我们 红色精神要代代传承 我特别希望 能够激起 所有中国人的赤子之心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大家 好了 接下来我们邀请马家 致意这首 充满豪情壮志的 英雄之歌 红眉赞 记录岁月之声 红眉赞 作词 严肃 作曲 杨明 金沙 江春阳 原唱 万富香 演唱 马家 感谢音乐 创作者们 为我们带来这首 满怀豪情壮志的 华语经典 让往事 用温度为岁月 留歌声 接下来 有请马家 按下录制键 记录一下我们 流淌的歌声版的 红眉赞 让时代之歌 回声 嘹亮 作为 新时代的年轻人 应该 首先要继承 就是我们的爱国精神 歌曲都是在 记录 并且歌颂 为我们 献出生命的 这些英雄前辈们 我觉得我们应该 用这阵的歌 来怀念他们 并且激励我们 现在的年轻人 要继续舞异 接下来进入 今天的经典大连唱 有请传唱团的嘉宾 再次回到舞台 全场观众 一起演唱 《红星山山》 《红星山山》 同心是咱 空隆的心 当地光辉朝晚安 同心是咱 空隆的心 当地光辉朝晚安 同心是咱 空隆的心 当地光较亮 生命和声多多强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心走向宛容互相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心走向宛容互相 我和我的祖国 你可也不能恨歌 无论我走到哪里 又留住一首账歌 我歌唱每一座岛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 鸟鸟水烟 潇潇寸落 无常地道着 我最亲爱的祖国 我永远记得你的希望 我永远记得你的希望 你永远记得 我心爱我 和我说说 我和我的祖国 你可也不能恨歌 流淌的歌声让往事有温度为岁月 流淌的歌声让往事有温度为岁月 流淌的歌声让往事有温度为岁月